好了,我們又回到某位男性的內心獨白 這次主要是走... True End 的路線 也不是叫True End 的路線 所以會剪到有硬一罰 所以我會走到我想像中的 蓋記憶的13個位置 還有不要做某些事 大約我們就會去到True End 所以我們開始了 其中一個第一個記憶點 就是要回家的時候 仰望天空 就會有些記憶 其次就是回想一下 雜性的聲音 之後呢,第二天的情況 就要檢查一下電郵 就有一個神秘的音檔 就要聽完它 之後呢,這個倉庫那裡 要選擇直接...直路... 進入直路... 塔路空間往上走 什麼意思呢?我都不知道 我看看 OK... 哦,這裡一定要被人抓到才行 這個位置 這裡是... 我似乎有來過這裡 但跟以前的感覺好像不一樣 再說我剛剛還在店裡 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是不是老朋友問題? 有聲音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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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有什麼幫到你? 這個是... TASKEDE 你是剛剛那位... 你到底想做什麼? 想跟我說什麼? 你要我過去那邊? 喂! 站在那裡! 跟我站在那裡!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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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輩 太好了 你醒來了 奇... 奇怪了 我到底是... 我是過來叫前輩你的 但見到你躺在地上那裡 嚇到我一跳 這一個... 對不起,嚇到你 你剛剛說... 你過來叫我 發生什麼事 啊! 是啊! 前輩 好像有一位女性 進了廁所很久 進了去很久? 雖然現在沒有其他客人 不會造成困擾 但是... 如果他暈了在裡面的話 就糟了 嗯... 說來也是的 所以就麻煩前輩你了 要我去看啊? 我要顧著收穩機 你這個什麼後輩 你完全不是撈東西 這裡要選擇... 將維根帶回家 我們將那條維根帶回家 冷靜想下來 我既然不會把這些 那麼令人犯的東西帶回家 不過這件事 我不想被其他認識的人看到 但隨便遺棄 我覺得很不安 我當時打上一個安全的地方 將這條維根處理了去 當時的我不知為什麼 一心一意地 將這條維根收抹起來 因為發生了這件事 令到我整天工作得心不在焰 這樣對後輩都很不好意思的 然後就回家了 如果所有的那個女人就出現了 在這個情況下 不可以被這個... 維根女追到你 不然你就會... GG 你就一定過不了 快點走吧 直到撞到那個女記者 這裡就是所謂的業障值的地方 在女性的房間裡不能做太多無謂的事 嚴格來說是所有無謂的事都不可以做 我們要做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在陽台找維根 接著是聽收音機和偷看手機 當調查到其他房間的時候 基本上就可以離開了 要打開手機看一看 手機最後的通話紀錄是半年前 在這個之後就沒有再收到 或者寄出郵件的紀錄 傷痕都幾多 在哪裏跌過呢 是半年前跌過的手機 嘶...什麼回事 到底是怎樣 咦...透明的線是釣魚線 可能會用得上融場 但前面就拿不到 啊...我有剪刀 直接勝利拿到 應該是剪刀 然後固定它用這裡 這邊放著鎚 借走 鎚魚線有什麼用呢 如果想辦法固定和換好 咦...有了 將剛剛拿到的鎚魚線前 在手裡就可以了 然後另一邊 綁在抽氣線的中間 可以了...對不對 好...打開了 在鎚魚線斷掉之前 把鎚拿出來 危險...鎚魚線斷掉了 不過鎚魚都拿出來就太好了 好... 繼續 接著要到養桌上丟櫃 如果你直接在外面剪植物 就一定拿不到這個N 所以要小心一點 否則隨時會中招 一樣開不到 對了...拿剛剛的鎚魚 撅爆它 好... 被這個...好像是懸關的鎖匙 就在這個中間從房間裡走出去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啊 向著懸關出發 然後走... 電話...嚇死我 又有郵件 我到了... 蛤? 等等...等等... 是誰啊? 她? 那個女人? 不...冷靜一點 先... 懸關的門還是關著 而且鎖匙在我手上 沒有問題 真的...沒有問題? 因為鎖匙在裡面 所以我的門... 我這裡的門是外面 另外...如果是內鎖的話呢? 啊...我要走啊 去哪裏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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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廁所啊 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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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得走啊 行不行 有聲音 有腳部聲音 現在不會出去比較好 什麼時候才出去啊? 我們 可以出去嗎? 可以出去 出去看看吧... 噓... Hello! 如果在這個情況呢 你就不可以去到那個N 所以呢... 就... 要小心點 好像是不可以的 我不知道是不可以的 那...盡量試啊 試試一次 如果我們走去客廳 看看會怎樣 看看有沒有相關記憶的內容 好...快點快點快點 這次躲在客廳 還是如果不出去就可以呢? 客廳又躲在哪裏? 好問題 不行 留在這裏會被發現 要找房間躲買 洗澡房 好... 那怎樣才可以去魚關 走出去呢? 有沒有東西可以引他注意呢? 如果有什麼能夠引到他過來... 令他大意的話... 總之...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發現 要做回行動 那隻鴨仔 現階段想不到有什麼用 OK... 有什麼有用呢? 用洗髮精... 用洗髮精剪他的眼 不是很實際的一字 如果躲在一個蓋裡呢? 奇怪了...沒有水的 壞了 放滿了水躲不進去 而且打開會引起他的注意 水龍頭沒有水流出來 變成壞了 好... 暫時沒有... 洗衣機? 藤纜收拾幾條毛巾 洗衣機躲進去? 不是喔 洗衣機發出的聲音 可能會引起他注意的喔 不要按字 不要按鈴 鏡... 咦...AA按住了 細編繞進去眼裡 眼睛不開 糟了 如果這時候被那個女人... HELLO... 你弄傷了眼睛嗎? 啊... 其實真好 咦...難道... 剛剛那個位置好像正常 直接走到廁所出來的位置呢? 這個劇情好像有點不同 哪個死是合理呢? 遲再遲再...我想試試開細機會怎樣 哼... 這裡也有很多分支啊 原來... 被想像中 快點啦... 會不會一次我這樣說 來... 躲進去... 開洗衣機 開洗衣機躲進去嗎? 但是... 如果他是妖怪的話 其實他不會理你洗衣機開不開的 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呢? 朋友 先... 洗衣機發動 開 咦...聲音這麼小 有沒有更加大的聲音呢? 把毛巾放進去洗衣機 遮一條毛巾 放洗衣機再開 聲音還是很小 有沒有更加大的聲音呢? 洗衣籃... 放鴨仔進去吧 但是... 會整環來的洗衣機呢? 就是這樣 嘶... 可以嗎? 機會來了 飛雲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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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又是這裡的? 聲音... 聲音似乎是從對面傳過來 噢... 這個是... 頭很痛啊 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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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夢? 這個好像是最實際的 我不知道是否 記者在心裡認為她是發夢的 這裡應該是跟之前的劇情差不多 好... 那一個劇情需要呢... 就是... 好... 這裡呢... 就是回來搬新屋的時候 檢查一下這部電視機 發現有缺口 記憶畫面大約就是這裡 然後... 要開電腦 要找回正確的... 在公園裡面 然後... 是用... 圍根調的 加完這兩樣之後呢 就... 剩下最後一個... 事件了 應該是 當然啦... 中途是不能被那個女人抓到的 一次都不行 如果不是呢... 就會... 對不到的了 好... 這裡呢... 我純粹是想做一個小記錄 這裡是不關事的 就是... 我剛剛之前是選... 沒有打開的 如果打開會怎樣 打開 打開 我沒事的... 原來都是... 一切正常的... 阿貴咩 好了... 最後一個記憶點呢... 就是... 在這裡要看它最後一個的聲效檔 那... 基本上呢... 過去的記憶點呢... 就已經拿齊了 那... 沒有意外... 就可以去到另一個N那裡 總之... 就是... 你在房間裡不可以做... 一些很古怪的事啦 而且... 你拿齊了那麼多的記憶點 好啦... 我們繼續... 看看我有沒有做錯啦 如果做錯了... 這個要做多一次... 希望不會啦... 好啦... 因為已經是另一個人了...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都在Safe的時候 發現了一點點錯漏 所以... 沒有做到某些事情的嘛... 所以... 去不到那個True End 終於都去到啦... 那... 基本上呢... 如果你看到沒有紅色畫面呢... 基本上呢... 就可以... 證明是... 另外一個End 啦... 我沒有說那麼多... 先進去... 現在有什麼玩法啊... 你看我... 那句話就說到這裡... 是啊... 也沒有繼續跟你說的話啦... 因為之後的你都知道了... 啊... 是... 是的... 哦... 沒有殺到他... 痛改前非... 因為當時... 站在門外的人就是我... 我真的嚇了一跳... 天都已經光了... 沒有什麼奇怪的念頭... 真的太好了... 哈哈... 他之前也有奇怪的念頭... 痛改前非... 會不會原諒他呢... 奇怪的念頭是... 哈哈... 差點殺了你... 差點沒命啊... 知不知道... 先... 不要理這個... 可不可以請你... 大約... 再說一次你回想起的事情啊... 好啊... 這個... 大約是... 發生半年前的事情... 那一晚的夜晚... 那一街上... 周圍走... 見到一位... 穿著紅色大衣服... 圍著啡色圍巾的女星... 也就是記者你的姐姐... 現在想起來... 可能是因為... 跟記者你有約的關係啦... 他看上去很開心... 我雖然說... 我這樣說... 雖然不是很好... 但他... 全身都是... 破綻... 沒有什麼防備... 所以我就... 跟隨他去到一個... 人煙稀小的地方... 在他進入公園的時候... 從他背後搶他的手袋... 他理所當然地反抗著... 在爭執的過程... 我推開了他... 他往下退了幾步... 身... 越過了... 圍欄... 我嚇了一跳... 向下面望... 他沒有跌到地下... 而是... 被樹枝卡住了... 正確來說... 是... 圍根... 被兩邊的... 圍根的兩端... 纏在樹枝上面... 由上往下看... 他就好像上吊一樣... 他當時肯定有掙扎著... 發出求救的聲音... 但是... 剛巧... 上空有一架飛機飛過... 這些微細的呼叫聲... 沒有傳到耳邊了... 不以為... 將人殺死的我... 不知道怎樣做... 完全束手無殺... 迷失了方向... 這個時候... 應該是他... 掉落的手機... 突然之間響起來... 那些聲音... 呼喚了我的意識... 怕搶劫的事情... 和害死他的事情... 被發現... 我就逃離了那裡... 我不知道我是怎樣回到家... 可能有人... 見到我從公園走出來... 但我完全沒有察覺到... 回到家之後... 先洗了我的臉... 想叫自己的腦筋清醒一下... 但沒什麼用... 那具屍體... 什麼時候會被發現呢? 警方... 什麼時候會找上門呢? 我的腦裡面... 只是想著這些事情... 每當新聞報道的時候... 就會覺得... 是不是正在說這件事呢? 所以我用煙灰缸... 敲爛了我的電視機... 令到所有消息... 都不再入我的眼... 和耳... 那裡... 只是一尾這樣... 忘記討厭的事... 趕復自己... 這個只是夢境... 記者... 你知不知道... 人類為了保護自己... 不再承受過大的壓力... 會將壓力來源的記憶... 封人起來... 這就是所謂的... 忘記了對自己不利的記憶... 我的腦裡面... 為了保護自己... 封印了殺人的記憶... 然後... 是因為什麼契機... 而換成了記憶呢? 因為它在我後面... 是啊... 記者的姐姐那份強大的執念... 找到了我... 突然在我面前... 因為這樣... 不是... 我不認為... 我認為不是這樣... 是什麼呢?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 對你說了個謊話... 它不是你姐姐啊? 謊話? 之前... 在這間房間前面... 我跟你說... 姐姐的靈魂突然在我面前... 是不是? 其實... 這個是騙你的... 蛤? 咦? 但... 但是... 但是... 你好像有出現幻覺... 所以我就故意這樣說... 來套你的話而已... 咦? 這一個... 所以說... 姐姐的... 幽靈... 說犯人就是我的這件事是... 當然... 這一個都是我捏造出來的... 不過... 不會有人對初次見面的人... 不過... 不會有人對初次見面的人... 就相信她所說的靈異事件... 但你既然相信... 因為你姐姐... 真的出現在我的面前... 我當然會相信啦... 不是嗎? 你見到的... 真是幽靈? 咦? 說不定... 是你的潛意識... 被你見到的... 這就是所謂的... 罪惡感... 咦? 你想說... 全部... 都是我的幻想啊? 但是... 有奇怪的郵件寄過來我這邊... 郵件? 郵件的... 地址都是亂話的... 有啦... 找什麼呢? 拿手機給她看... 嘩! 這部電腦... 嘩!這部電腦收成這樣... 你看看... 還有附加奇怪的... 音檔的... 郵件傳過來啊... 是不是? 這個是... 由手機傳過來的... 無聲效檔... 你是指這一個啊? 咦? 沒有聲音的? 怎麼... 怎麼可能啊? 竟然是從... 我的手機那裡傳出來的? 自己... 傳送郵件到... 自己的電腦上面? 怎麼... 怎麼可能啊? 你沒事吧? 面色... 很難看啊... 怎麼... 怎麼可能啊? 這些... 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啊... 郵件... 遺根... 被追趕的女人... 全部... 全部都是我無意識之下的... 冷靜點啊... 先生... 你的面色還是很差啊... 沒事... 大約... 大致上... 冷靜點下來... 七八個事宜啊... 或者之後真的好像... 一切... 都... 只是幻覺來的啊... 這樣說起來都... 幾奇怪啊... 這半年間都忘記的這件事... 為什麼會突然產生幻覺的呢? 是啊... 比如說是... 聽到有關這件事的關鍵字之類? 關鍵字? 最近好像發生很多場結案啊... 啊... 啊... 你好像... 想起些什麼啊... 我只是想聽這件事的真相... 其他對我來說無所謂... 不過... 講來也是的... 我可不可以再問你一件事啊? 好啊... 不要走那麼來親近我好嗎? 你所見到的姐姐... 女性被害者的樣子... 如果你是因為這件事的記憶... 而產生犯罪的罪惡感的話... 那份記憶是怎樣在你面前呈現的呢? 罪惡感? 是啊... 你所犯下的罪恨... 大到令你為了保護自己... 而將記憶封印起來... 無疑著... 被害者的身知... 出現在你面前的潛意識... 在你眼中... 是怎樣的樣子啊? 是迫切地渴望有人來挽救她的... 可憐年輕女性啊? 還是執著... 追逐著你... 醜... 惡... 怪罪著你的... 醜惡怪物啊? 醜陋... 我... 我見到的是... 我見到的是... 我... 我... 所見到的是... OK! 完了這個N... 罪惡感... 怪罪... 我在想這件事... 究竟是不是... 其實是沒有發生過... 的呢? 因為它... 顯示那個不是... 不是吊頸的... 它那個是斷腳... 或者是... 類似是... 只有頭的... 影像... 其實我不是做了另外一件更嚴重的事情... 在潛意識裡面... 這一件只不過是... 只不過是... 因為我要保護自己... 所以... 捏造出來的假記憶... 其實我是... 做了一件... 斬頭... 或者是... 分屍的事... 就是... 我想... 再... 邪惡一點... 如果不是那個... 顯示... 跟那個相關的人... 就好像... 不太... 對... 那樣... 不知道了... 不過...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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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輩... 辛苦你了... 前輩... 你竟然有... 這樣的過去... 不過... 最後... 啊... 還是沒什麼了... 回頭... 前輩... 你知不知... 有這個End... 這個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的End... 前輩... 你什麼都沒有... 啊... 前輩... 你沒有去過那個... 陌生女性的房間嗎? 你在那個地方那裡... 做了一些壞事業... 會增加的... 才破壞別人的東西... 偷吃食物... 還有偷看... 都好糟糕... 在那裡詳細調查... 在陽台做某一件事的話... 嗯... 如果你在意的話... 再去試一次都可以的... 這樣... 前輩... 如果你下次... 再稍微過一些好一點的人生... 就好了... 再見... 又來... Beam... 是不是有些事... 其實我是被... 我是被後輩落了降頭... 是不是... 這一個是... 好了... 接著呢... 我們要做最後一個N啦... 那個N呢... 比較... 特別一點... 是不是... 不要說那麼多... 先去吧... 那這個N呢... 基本上呢... 就是在女性房間那裡做的... 基本上就是所有壞事都做齊... 重複... 和那件事做五次的對話... 大約呢... 都會... 做完那件事... 接著就重複對話... 並且做完後... 和那件事重複五次對話... 就會有相關的字條... 第六次... 首先呢... 第一樣呢... 就是看手機... 是... 偷看手機... 半年前的記錄... 接著... 現在這裡講六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咦... 對了... 有了... 嗯... 有一張幾怪的相... 這裡... 好像是一張字條的相... 桶... 接著呢... 就是要入櫃裡面偷吃的... 這裡... 吃東西... 看上去吃物櫃... 肚子我吃點... 吃點... 其實這件事都蠻無契... 是... 我這樣飽錶的... 我... 肌肉感稍微好一點... 是不是可以再吃的... 咦... 可以再吃的... 我不是... 我可以再吃... 有說六次的... 錢啊... 在袋裡面... 有一張被... 拿成... 一團的紙張... 裡面... 接著是... 破壞玩偶... 好像... 遊戲裡面... 有娃娃會收到鎖匙... 咦... 我們應該還沒用cutter 所以收不到吧... 好... 有鏡子 這裡應該要做一些... 劇情需要的... 這點... 隨便但可以做一些相關... 會... 被... 認為是壞事的設定... 我想應該都不太多... 現在有偷看手機... 偷食... 然後是... 還有什麼... 接著是不適合密碼開箱,這個就不做了,因為會影響我們的劇情 好,這裡要折起茄汁 接著要做的就是破壞那隻熊的公仔和破壞兔仔的公仔 接著要說六次東西 先看看,這個是... 前鳥在一起,調查 接著是十字架 快點吧 我經常都很怕要按錯鍵,按得快的頭,按錯就要觸發它 1,010,1,8 其實這裡不檢查就知道密碼行不行 應該不行 010,1,8 裡面的是... 剪刀 有剪刀應該就可以破壞它了 受死了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咦? 這是什麼來的? 頭髮? 雖然是自己剪開,但感覺令人不舒服 為什麼要把頭髮藏在裡面呢? 這裡都怪怪的這些公仔 在大量的毛髮之中,放著一張,吐成一團的紙槍 殺 好,接著就是破壞兔仔公仔 剛剛兔仔的眼睛在發光 眼裡是否塞進了什麼呢? 剪刀,即是眼睛滑出來 看看吧 又拆了什麼 嘩,好喵啊 奇怪,眼睛周圍好像一瞬間變紅色 但兔仔的眼睛沒有異樣 是我的錯覺 好 現在這裡繼續檢查 買的差不多了 又檢查幾次 出來了 嗯? 刮胸的眼裡放了一團紙 紙? 好啦,總共加上這幾個字 就是垃圾桶裡面 然後就調查垃圾桶 寫著文字的紙組成一團 仔細看一看 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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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東西來的? 感覺好不舒服啊? 再看一次 寫滿了大量救救我的紙在垃圾桶裡面 說回來,其他寫著文字的紙張 把這些文字排列應該就是垃圾桶裡面 垃圾桶裡面是不是有什麼呢? 殺人犯 殺人犯 殺人犯? 殺人犯被困的女仔屋裡面 好 接著... 就要去陽台剪植物 是剪這個啊?還是剪這個呢? 還是剪這些? 好一點都不是 先去寫一寫 免得糟糕 應該是剪這個啊 有一支鎚 OK,剪 如果正常的話 應該會發生我們被人捉下去 然後掉下去的劇情 但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雖然很阻礙 這樣很阻礙 雖然有點可憐 但還是剪斷它 拿到鎚 還有一本筆記寶 又殺死了 咦? 咦咦咦咦咦? 發夢? 這裏應該就差不多結束了 對啦 直接就結束了 我的話就來到這裏 原來是這樣 非常感謝你啊 變成男人 順便問一下 在這個之後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呢? 當時搬屋已經非常忙碌 沒有餘力去注意這件事 這樣啊 那就是說 你是從神秘的維根女 手中逃離了 嗯 是這樣的 原來是這樣 這樣 多謝你的協助 我啊 雜誌出版之後 我會送一本給你的啦 非常之多謝你 貴社出版的超自然系列雜誌 有很多有趣的特集 我從以前就經常閱讀的啦 沒想過自己的經驗 竟然可以登上去 嗯 看到你投稿的文章 就令到我靈感不斷 所以想要親自來見你一下 聽你親口描述的事情經過 難得能夠聽到這些有趣的經驗 看來可以寫出一篇好好的文章 嗯 能夠幫到你 我都很高興 哦 對了 可不可以拍攝一張 照片來雜誌用啊 想啊 哦 當然啊 不會令到你的樣子曝光的 哦 我知道了 來笑一下 咦 下巴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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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傷口啊 哦 這個是 被剃蘇刀割傷了 雖然我記得不太清楚 但以前 都被剃蘇刀割傷過 所以只要我拿起剃蘇刀 手就會震了 但是他做了幾次這個動作 他每一天的日頭都有剃蘇刀這個動作 如果怕他沒理由會震動 後來都只是用電動剃蘇刀 但他最近壞了 所以很久都沒有使用一般剃蘇刀 結果就變成這樣 這樣也挺慘 沒有關係 這樣也不會影響到照片 我就這樣拍了 好啊 請 這樣我差不多要離開了 就在這裡跟你說一聲拜拜 好啊 是 如果之後有什麼奇怪的經驗 請通知本編一步一聲 哈哈 我知道了 這樣路上小心 是一個這樣的結束 即是他把自己這件事講到靈異經歷了 就跟人分享了 這樣就結束了 但是他的殺人犯和我剛剛想過的事情 我覺得有些關係 這件事 就像我之前所說的 其實那個女生是 有另外一個女生死了 而那個女生是被她分屍 而她分屍是用 或者不是分屍 分屍的機會大一點 又或者割頭 是被她把體素刀割的 然後她封印了自己的記憶 所以她在那間房間才會這樣 就在這個之後 我一如以往正常的生活 沒有發生任何的事 跟以往一樣的生活 真的這麼簡單 咦 她梁姐妹沒有死到 難道是記憶來的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突然走得這麼慢 噢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蛤 OK 這個看來是 最 差的 AN王 她應該是在暗地裡 她已經做了記者妹 所以就發生了這些事 然後把所有東西 推說為 好像靈異事件 給自己一個開脫 又或者一切發生的 所謂的記憶 就是一個開脫 不知道 某個男性的內心獨白 就來到這裡 各位 下次應該會玩 Undertale一個很長的時間 RPG 有興趣的人 歡迎繼續留意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 拜拜